早上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很有人气的日式早餐 材料是一碗米饭 新鲜鸡蛋还有酱油 就这么多 很好吃的样子 好吃 也可以放一些东西 比如这个 也可以放蛋黄酱 好吃 也可以放蛋黄酱 好吃 好疼 早上好 今天早上也吃生鸡蛋饭 如果怕生鸡蛋新的话 就可以用这个鸡蛋 嗯 半熟鸡蛋也很好吃 也可以这样吃 用海苔包起来吃 还可以用这个 明太子 还有我最喜欢的吃法 加辣豆 辣豆生鸡蛋蛋饭饭 据说所有的营养素都可以吃到 也可以这样吃 嗯 嗯 好疼 早上好 今天也吃生鸡蛋饭饭 如果你们怕生鸡蛋新 其实可以只用蛋黄 而且我今天准备了这个 生鸡蛋饭饭专用的空饼 不知道空饼 中文怎么说 就是碎的牛肉 我觉得先在罐头上搅拌搅拌 如果用这个碎肉的话 不需要酱油就可以吃 用这个碎肉一定要用热乎乎的米饭 因为这个肉上有油 油化在米饭上特别好吃 嗯 我不怕鸡蛋新 所以还是放蛋清吧 不要浪费食物 这个碎肉和蛋黄酱特别配 嗯 好吃 嗯 如果能买到新鲜的鸡蛋 大家可以试试又便宜又简单 又有营养的新鸡蛋饭饭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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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